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节我们又说地球 地球是否一个很厉害的磁场 地球的磁场是看你与谁相比 如果与其他巨型 与月球相比 与月球相比,当然比月球更厉害 我们知道月球有微弱磁场 因为核心大部份已形成固体 但我们也可以隐约达到少少的月球磁场 水星也有少少的 按计就是流体越多,磁场越厉害 所以你预计了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磁场的磁场就很厉害 甚至乎我们派出去的人造卫星 是看到过木星的南北極的极光 这也是磁场的结果 这个磁场好像最近也有很多新闻 是的,其实原因是太阳黑子活动 活跃 然后我们连带着我们讲极光 也讲了一大餐 为何突然之间我们会这么容易看到极光 又要讲这么多 然后又讲到地球上的外围人造卫星 要小心一些太阳风暴 然后最近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 这个星期又有太空天气的警报 就说有个太阳黑子正在对阵地球 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活跃的太阳磁场运动 我们也会面对到 一旦有这些太阳活跃磁场活动 就是说太阳风暴可以很厉害 有机会突然吹一些很厉害的太阳风暴过来 有这些很厉害的太阳风暴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地球磁场外围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更加容易看到极光 但是这一节我们不是要重复讲极光的东西 但是也是因为近年的地球磁场活动 是很受到太阳影响 无论是地球内部的地磁变化 亦是受到外面的太阳风暴给出来的变化 都是很丰富的 所以变成了很多研究 是研究了地球磁场的特性 都在近年发生 现在这个研究应该证明出现了一些異常情况 它的标题又不是很异常 它的标题起得很异常 它就说有一个叫地球磁场的尾巴 出现了一些古怪的东西 我在这里和大家慢慢解释一下 首先我要为何说地球磁场有尾巴 现在台长和我身后展示了这幅图 由这个图上 其实你可以在深水清 你可以猜到太阳在哪边 现在你不要看到后面光的位置就是太阳 那个位置不是太阳来的 太阳在相反那边 就不在这个图上展示出来的 因为太阳的出现 会将它发射出来的太阳风 那些粒子流 带电粒子的离子 它就会将地球磁场 原本它出来的形状 就像一个蓝瓜、洋葱 一个形状外面很对称 但是当你有一边 向着太阳那边 有些带电粒子吹过来的时候 就将它押在一边 所以你会发觉受到擠押的那边 就是向着太阳那边 亦是现在我们画面上的图 靠近台长头壳顶那边 就是有太阳风暴去擠押了 压扁了、压密了 地球磁场磁力线的那一边 反而另外一边 梳了那边 拉长了那条尾巴那边 就是背着太阳那边 即是被地球遮挡了背脊的那一边 但是为何突然之间 在背脊上画了一个光点呢? 就是因为今次有一个研究 就是专门想研究一下 那个位置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发觉有一些是不符合预期 所以就说有些古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什么不符合预期 我们首先谈谈这些太空探索任务 这次应该是NASA 也有些卫星放上去 那里有一个叫MMS Magnetospheric Multiscale的任务 如果你看到Magnetospheric 那也是跟磁场研究有关的 那它就射了一些卫星仔上去 就去这个磁力尾巴的位置 即是台长可能展示这张图 你可以看看 那个尾巴位置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有一些 所以无论是由地球的南磁极和北磁极 发出来的这些磁力线 就会在尾巴位置左右 好像是回合了 那这里就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了 在那里其实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如果按照平时来说 你如果没有太阳的影响的话 整个磁力线形状 就会觉得像一个苹果 外面就会继续口 即是由地球的底和顶 出来的那条线 在那里继续口 就会是一条很平滑的线 一个苹果边缘的形状 但是当你有这样的一边 你外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太阳风暴吹过来 很多粒子流吹过来的时候 就会令到南北磁极 在尾巴那边的磁力线 有时会很不稳定 有时会乖乖地黏起来 但有时会分开 所以就会有很多断开和重新接驳的情况出现 在地球上 如果你要重现磁力线断开和重新接驳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需要的能量级别是很高的 除非有些天文事件 你就很轻易能够重现这些东西出来 其实如果说到磁力线断开和重新接驳 如果你不想要用到地球的实验来重现的话 因为在地球内 你想整个比较劲一点的磁场 也不容易 虽然你说你可以用电磁铁 将一个线圈通电来产生磁力 但那种这样的级数 比起天文的磁场级数实在差太远 太阳给出来的那些离子粒子流很厉害的 电量很厉害的 太阳给出来 不要只说有光和热 它给出来的太阳风暴 随时都可以干扰到我们的卫星装置 所以你说它是否厉害呢 隔这么远都可以干扰到你 那当然是厉害了 所以由太阳风暴 产生出来的磁力 重新接驳的现象 其实如果太阳波那么容易 帮我们给出来的 就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就是我们不用在地面上建立实验了 我们放些东西上去测量 就可以去到一个 如果你告诉我 那个位置是很多这些磁力线 去重新接驳或者断开 在那里发生的话 那我们放些东西上去量度 那就更加容易给我们了解到 这些电池场的特性 那我们会预期 以我们对于太阳的认识 太阳的太阳风暴之所以产生 亦都是因为很多磁场 断开重新接驳的过程 因为太阳自己本身是有一个 都挺快的自转 它的自转累积的时候 就像柳毛巾的效应 就将它们上面的南北磁场 一起扭得很厉害 扭得太厉害的时候 我不知道台长有没有试过 当你用一条洗面毛巾 用得太久 你有没有试过强得扭断的毛巾 知道的 是的 通常就是那条毛巾用得够久 里面的纤维已经很老化 很厉害了 我自己小弟也试过有行试过一次 不是因为我那段特别健碩 是因为那条毛巾已经实在用得太久了 里面很多纤维都断了 到我真的拿出来一扭的时候 变成两球 这样就断开了 太阳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就是磁力线断了 但它们会重新重组接驳 令到上面有很多磁力线重组 有人也说这也是太阳黑子 特别活跃运动的原因 但你如果真的要去探测太阳上面的磁力线重组 你要很近的太阳 你那件事很热的 很难去见到这些东西 我们可能说的太阳的任务 所谓碰到太阳 也不是真的去到太阳里面 是去到太阳很接近一个位置 你那个仪器顶得住 没有被它烧烂那么快 但是如果在地球的背部 都有一个位置 我们相信以我们的物理的认识 都是比较多这些磁力线 断开重组发生的时候 而且那里就不会很热的 往往会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环境 让我们去研究一下 一个磁力线重组的过程里面 上面有什么很独特的东西 因为以我们现在 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实验去建立 我们只是凭着我们的 电磁理论的认识 也会有很多东西 因为当那些东西断开 拼开的时候 就有很多这些古怪的东西 就不是我们传统的 电磁学理论 那么容易理解到的 那么我们就很希望 去透过去研究一下 地球背部的这样的地带 会不会令到我们丰富到 在电磁学里面 当有磁场断开塞重组的时候 会不会有新的认识呢? 这些新的认识 会不会可以帮助我们 去理解太阳的太阳物理呢?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 而很可惜 而今次的新闻报导的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我们派了人造卫星 去到地球背部 我们相信是一个磁力线 很多重组的位置去量度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 照计就应该… 是没有什么发生? 你说过一次就没有什么发生 我们预期会有很多东西断开 那里的电磁场应该跳得很厉害 我们预期派一些东西上的时候 应该量度到很多粒粒乱的讯号 但是发现是没有什么发生的 是 所以就很不开心了 所以接着就说这件事很怪 其实就不怪 只不过你自己找不到新闻 对了 所以这个新闻好像标题很大 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但很值得介绍给大家听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一些 经常有磁力线断开 再重组一些现象的地方 是其中一个帮我们去了解 另外一门的电磁壳和那些知识 亦都可以用在我们了解太阳 便会更丰富 但是那个光点是怎样解释的? 现在这个画面的光点 它游上去而已 没有什么好解释 它只是给你看到 那个位置就是他们想探索的位置 这是一个想象图 我们预期在这个位置里面 应该有很多事情发生的 很多电池、电场或者磁场突然之间的複杂跳动会发生 即是会不会有很多电磁波的跳跃 会不会有很多电磁波讯号 其实会是光的讯号 但那些光不一定是你眼看到的光 会不会有很多活跃讯号发生的地方 但现在这件事就不合乎预期地这么平静了 那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发生 但是我们也讲讲 其实整个地球的磁场是在保护人类的 是 如果太阳风暴离得多 受不了会有什么效果? 那叫做什么离得多受不了呢? 你就要看看太阳风暴有多厉害 现在这些级数的太阳风暴是挺得住的 你如果问我有没有一些情况 太阳给出来的太阳风暴 劲至最后地球绝对挺不住呢? 是会发生的 这件事多久之后呢? 50亿年后 当这个太阳进入一个红巨星阶段 太阳外围那阵大气就会不停地向外吹 而且亦是有非常强劲的粒子流就会产生 它将大陆的地步将水星吞噬 将金星地球都吞噬 未吞噬之前 它外面那阵大气一直吹出来的时候 它会将金星外围的大气吹走 亦都会将地球外围的大气都吹走 基本上那个情况就是 无论它是大风吹也好 或者它的辐射也好 你整个地球的大气自己 和地球的引力留不住它的大气 它的电池场也不能抵挡着 这些强劲的太阳风暴 到时就是说 整个地球的大气结构就会毁坏了 它最后就算有气体留住也好 那些东西跟我们今时今日看到的成分 就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如果会否受到太阳风暴影响到 整个地球? 是会的 但其中一个现象就是 你要等到50亿年后才会看到 到时就要走 不要在地球上 到时有人类文明还在 我已经觉得很惊讶了 上个世纪就发生了一个事件 叫做Carrington Event 即是什么呢? 它是当时很厉害的太阳风暴 打到地球上 但当时是没有电子通讯的 所以只记录了这件事 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大 是 如果你说再有其他情况 有机会地球的生命 比较容易受到太阳风暴影响 就是当地球磁场 可能因为一些内部的变化 突然间在磁场的方向要改变 原本是北和南 可能是上下摆的 突然间要变回零 然后走到另一个方向摆 中间有一段时间 地球磁场就会超弱 弱的时候 你便特别容易受到 宇宙射线的襲击 我还记得我们在去年的科学新知 也有提过的 原来也是地质考证 是验证到曾几何时有一段时间 正正因为地球磁场减弱 令到地球上的生命 是有一段时间 是比较受到多宇宙射线寫下来的 刚才我提到这个Carenting event 就是1859年9月1日 太阳风暴非常厉害 而一位Richard Carrington的人 就记录了下来 好了 那我们这只要结冲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 发生的古怪事件 话说 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来 大炒大赖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旁边的 就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 就说 其实女人可能是没有说大话 就说 坐在旁边的 这一个是Shift Shifter 的东西 那 几图你怎么看呢 这东西 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那为什么今天 神秘的夜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 是真的话 就会不会 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真的是 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ift Shifter 去模仪 那个样子的那个人呢 那换句话来说 即是可能 有一天观众在看的 就并不是 我和阿几图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我们在做节目 但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那有机会 那些人就去追 那些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 就追我们的节目 那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阿几图 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 就是我想说的东西 其实呢 就要有人扮我们两个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 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钟仔在这里 按一下 那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情 就是这样 之后呢 就有神秘之夜了 并不是真的我 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不好意思 我和阿几图 不好意思